供辽区福隆里胡子山街寒动地势较低 台风及豪大雨期间胡子山野溪暴涨 容易造成寒动机烟水影响用路人通行安全 目前有设置警报系统及低地排水系统 机烟水期间借由警报系统提醒用路人禁止通行 并增设低地排水系统防止机烟水 每年防御期前也会进行胡子山寒动封路演练及系统测试 确保民众通行安全 这几年有阴鬼吗 没有做大红台 做大红台才可以 它旁边有一个胡子山野溪 最主要就是在豪大雨跟台风来袭之前 胡子山野溪它在无法宣泄的状况之下 它的吸水会溢流到我的胡子山寒动里面 会造成集烟水 那我们这边公所有设置了一套警报系统 还有一个自动抽水设备 所以说水一流到胡子山寒动的时候 自动抽水设备它会自动抽水 如果说来不及抽的话造成寒动集烟水 如果集烟水超过大概20公分的时候 我的警报系统它就会自动启用 公所表示胡子山铁路寒动旁 有一条胡子山野溪 早期发生过胡子山野溪在防汛期吸水暴涨 一流到寒动内造成集烟水 因此公所也设置警报系统 还有自动抽水设备 一旦发生抽水来不及 造成积烟水超过20公分 也会触发警报系统 提醒用路人禁止通行 那启用的时候 因为我们公所这边也有设置监视系统 第一时间我们也会通报我们的警察局 当地的佛龙派出所远警 以及我们的厂商来到这边来进行 我们的封路的警戒措施跟交维 最主要也是来确保我们的民众通行安全 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要确保 我们的人员机具能够及时到达定位 所以我们每年在防汛期前 都会办理一次演练 来确保民众通行的安全 胡子山寒动也设有监控系统 确保民众通行安全 为了确保人员和机具 可以及时抵达并发挥功效 因此每年防汛期前 都会进行胡子山寒动 液烟水封路演练及警报系统测试 确保发生灾害时 可以及时发挥功效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介纯威共聊采访报道